今天在這個地方 我要先跟高鴻安講一句話 高鴻 已不是永遠的天資教你 被他為了貴冠 沒有辦法掩護你犯罪行為 這句話請高鴻一定要好地聽 高鴻在職罪總共十年 這十年是一個 他是完整的一個人生勝利主 他為了什麼能夠在這十年創造這麼多東西 在職罪會拿無事 然後到鴻海然後來當綠合園 現在也要選新竹市長 他是個人生勝利主 但是拆開來看的時候 這十年就是寄生知識會 家公子 寄師 突立自己 詐欺公館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柯建民總召對於這次新竹市長的選舉 彷彿他自己要來參選新竹市長一樣 那这样子的一个口出狂言 对于高宏安做这么多的人身攻击 我相信即便他是一个非常资深的立院长辈 其实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忍受 他这样子的一个对于许多的造谣跟抹黑纵容 同时也自己是一个跟风的帮凶 那我想首先先针对在科治企业的这件事情 来跟大家做说明 我想今天其实在 这一个新闻也不是我自己翻出来的 而是我们在网络上看到 有一些看不下去的网友 他们翻出来了我在2016年的时候 在我们Computex的南港展览馆的电脑展上面 其实我当时就是穿着科治企业的制服 在资测会跟工业局的场合 帮蔡英文总统 还有我们现在的沈隆金副院长来进行导览 这张照片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蔡英文总统跟我们的沈隆金副院长 来到工业局的场子 同时最重要的是这个新闻稿 还有这个图片是由资测会所提供 所以如果今天真的像不管是昨天的 资测会的卓执行长或者是今天的柯建民总招所言 高宏安在科治企业的这些所有的活动 都是资测会不知情 都是不当的兼职 那又怎么会在2016年的时候 在资测会自己发出来的新闻稿跟图片当中 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明 同时还有蔡英文总统 跟我们的沈隆金副院长也在这里 都眼睁睁的见证这一切的发生 所以我必须要告诉大家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是因为其实资测会 科治企业是资测会的一个衍生的新创公司 在当时我们看到 其实资测会在这个过去 我们的科专的这个计划当中 其实都有被要求或者说鼓励 会内的员工进行相关的spin-off 做新创公司的创业 所以当时我们其实是在资测会的鼓励之下 来进行这样子一个科治企业的辅导 同时科治企业在这个衍生的过程当中 也有缴付相关的计转金来给资测会 所以身为资测会的基层员工 当然辅导科治企业去参与他的过程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我们在说辅导新创也是我们在资测会的这样的一个使命 重点是资测会的主管都知情 而且新闻稿上也都有写 蔡英文总统也来了 我不知道现在这些所有的指控 在2022年被2016年的自己打脸 我在想资测会到底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压力 才会造成这样子的改口跟这样子的说谎 那么很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